从技术角度考虑 Hydop到底是什么 大家在这里看见的是Hydop本身的logo 那我们Hydop到底是什么 这边论一句话总结了 适合海量数据的分布式存储与计算平台 首先我们看右面最后的七个字 存储与计算平台 就是说我们Hydop它是一个平台 同时这个平台会完成存储与计算 我们从右边再往左边再看另外三个字 叫分布式 我们以前写程序 基于框架或者基于语言 做一些程序的时候 和现在的分布式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以前如果你是什么交往 无论你是交往语言本身还是框架 OK 那大家写程序都是单机版的 也就是单虚拟机的 此时我们的存储与计算平台是分布式的 至于什么是分布式呢 这个我们在讲Hydop的核心组成 HDFS和MapReduce的时候 会从技术角度跟大家清晰的描述 这个分布式到底是什么 它的组成部分到底是什么 就是怎么构建起一个分布式的存储 我们继续从右往左看 海量数据的分布式存储与计算平台 就是说Hydop 它可以做海量数据的存储与计算 那普通的数据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就是你以前单机版的加瓦程序 你也可以转换为Hydop程序 只不过是我们的Hydop是适合海量数据的 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海量数据 海量数据指一T级别以上的数据 我们称之为海量数据 当然现在没有个官方标准 只不过这个是在我们实践的时候发现 使用Hydop的时候就一定的数据量 它会明显图现它的优势 就是指一T以上的数据 如果你是G级别甚至比G更小的话 Hydop也可以去做 但是它不如单机版节约资源 同时也不如单机版块 我们在后面做实验的时候就会发现 可能我们数据很少 它就需要几秒钟 但是你如果用单机版的虚拟机去处理这个程序的话 你就会发现是一秒一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前面谈分布式这个概念在后面提 其实这里面也可以稍微跟大家谈一点点了 你现在就可以想 分布式是由原先的单虚拟机程序 变成多虚拟机程序 也就是说我的一个计算任务 会被多台虚拟机去执行完成 那这就面临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计算任务怎么被分配到多台虚拟机制上 这个分配过程是需要通过网络通信的 而且是需要启动资源 或者说消耗一些配置 硬件方面的配置 那如果我数据量很少 你在做这个分配或者配置的过程中 显然是很消耗时间的 如果你一个虚拟机去处理 这个很少量的数据 相应的可能很快的 因为我们此时是把更多的时间 或者说更多的精力聚焦在处理上 而不是说把我们的这个计算任务 交给谁去处理这个管理的过程中 所以最开始有两个很关键的这 叫适合 就是打适合海量数据 只有适合海量数据的 所以才能凸显我们海杜普的优势 那它可不可以说小数据呢 因为几十G或者说几百G的 肯定是可以的 只不过你从硬件的角度考虑 从效率的角度考虑 都是不太值得的 所以这是我们谈的 海杜普是什么 用一句话去准备它 它是一个存储与计算平台 我们以前认识的程序就是数据和代码 那存储你就可以看到是数据的一种静态方式 而计算就是代码的运行方式 这就涵盖了程序的核心 分布式的存储与计算平台 适合海量数据的分布式存储与计算平台 我们看这张图 这是海杜普的生态系统图 作为云计算 图长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边编上的序号 有12345678941112 这些序号 这张图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细致的讲解 就是这里面设计的几乎每一个项目 每一个知识点 我们都会跟大家讲解 但是这里我们主要提出两点 第一点 这张图它是海杜普的生态系统图 一个生态系统肯定依赖于一定的核心 就是软 像我们知道的安卓 或者说框架 这些软件是分层的 那在这个层次中 海杜普也是这样 那在我们的分层结构中 这张图的核心是什么 大家看序号为5和3的这两张图片 Map Reduce和HDFS 刚才我们谈海量数据的 分布式的分布式的存储于计算平台 其中的存储就是由HDFS完成的 它是文件或者数据的存储系统 Map Reduce是海量数据的分布式计算框架 Map Reduce和HDFS构成了这张图的核心 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 因为我谈了后面会详细的解析这张图的每一部分 现在大致看以Map Reduce和HDFS 从这个左上角开始我们逆时针看一下 这边是IE浏览器啊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通过http协议是可以访问我们的Map Reduce HDFS的一些状况的 然后这边是什么 Floom是什么东西 日资收集的是吧 就是我们计算的过程中和生产环境中会产生很多日资系统 或者日资数据 那不同的日资数据 如果说非常多的情况下你手动收集可能会比较麻烦 我们的Hidoop的生产系统能提供了这样的工具 然后进行日资的收集 那这边是什么 Scoreup 这个是完成Hidoop中完成传统的关系型数据 库中的数据和我们的Hidoop中数据相互转换 就是传统关系数据库中的数据可以导入到我们的Hidoop中 那我们Hidoop中的数据也可以导入到传统关系型数据库中 这样的一个指项目 这指项目认的也是蛮多的 OK 我们看这个HBase HBase是Hidoop中认的最多和最重要的指项目之一 当然它也是构建于MapReduce HDFS之上的 不过HBase它可以不基于HDFS 只是如果你不基于HDFS的时候 你也无法使用它的MapReduce计算框架了 就是它可以使用本地文件系统 这个是处理大数据的 实时处理大数据的 实时处理大数据读写操作的 尤其适合一些在线系统 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中把HBase作为一个重点 而在这里额外跟大家提点什么 叫大数据 此时的大数据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 就是这个数据之所以是大数据 你要从它的构造形态来看 就像这个数据之所以是关系型数据一样 大数据有自己特定的构造形态 就是KValue的方式 我们在讲HBase的数据表达 说会谈这个内容 另外一层含义 就是大家通常理解的数据量 海量的数据 这叫大数据 但是它能够成为大数据 前提是它是KValue的构建方式 然后我们这边看还有一些其他的指项目 还有更高级别的More 还有Level Interfacing 这些指项目 这些我们就不一个一个详细谈了 反正他们都是围绕着我们的MapReduce计算框架 和HTFS计算框架而构建起来的指项目 适合于不同场景的不同业务需要 那我们现在就再次从刚才眼花缭乱的生态系统 所以聚焦于它的核心 HTFS 和MapReduce HTFS分布式文件系统 负责存储 这个什么叫分布式文件系统呢 我们首先谈什么叫文件系统 我们看Windows的时候 你使用它的文件浏览器 浏览D盘 E盘 F盘 其实这就是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是一套接口 它也是一套实现 也是一个平台 是用于管理文件系统的存储 与操作的 管理文件系统的存储与操作的 这是Windows上面的 那我们的Hidoop的核心 之一 HTFS 是容易管理分布式数据的存储的 就是我这些数据 会分布在很多台的计算机上 那HTFS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机制 让我们的数据能够分布在不同的计算机上 它提供了这套机制言外之一 就是我们不用关心 这个数据到底是怎么存储的 因为HTFS是分布式存储文件系统 它负责具体的存储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之所以使用 Hidoop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它帮我们屏蔽掉分布式操作的细节 或者运行的细节 当然这些细节的实现以及原代码 我们在后面也都会分析 然后就是MapReduce 并行计算框架 我们面对海量的数据 这叫海量的数据存储在分布式文件系统上 分布式文件系统中有很多台机器 每一台机器存储数据的一部分 那我们的计算 我们使用Hidoop之所以能够很快的去 得出结果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计算的这个代码 会在不同的机器上运行 每一台机器完成计算的一部分 因为每一台机器上存储的只是我数据的一部分 OK 大家并行进行计算 然后把计算结构收集过了 得出最终的结果 这是Hidoop之所以快的根源 所以MapReduce 它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因为就文件系统本身而言 HDFS 它也是Hidoop的核心项目 它只是存储数据的 而存储数据的这个具体的过程是被屏蔽掉的 就是我们Hidoop框架屏蔽掉了这个具体的存储过程 所以我们可能主要是学习怎么去识问它 当然你如果进一步感兴趣 我们在课程中也会谈 它的具体的原代码实现过程 就整个过程是怎么做的 它内部怎么屏蔽掉这个过程的 但是如果作为实际的生产 或者说开发而言 你聚焦的核心的核心 或者最有价值的部分肯定是MapReduce 因为它是计算框架 就是你数据已经存储进去了 我怎么计算这个数据 这在任何一个框架中 它都会是一个核心问题 当然也是最有技术含量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后面会发很长的时间 会研究MapReduce的架构 使用原代码等等 所有的核心环节 那我们现在就具体看 HDFS的架构 它作为我们整个Hydroop的基石 就像一座大楼一样 它是作为地基性的东西 它是架构是什么样呢 是组存结构 主节点有一个NameNode 存结点有DateNodes 我们在这边说DateNodes 不是DateNode 就是说有很多数据节点 但只有一个主节点 当然大家要注意 我们在这边谈的 HDFS的架构是指1.x系列 我们授课的时候会谈1.1.2 因为这个版本就过去的 就现在已有的生产环节 看出来是蛮多 而且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版本 在2.x系列 它的主节点有两个NameNode 有两个 就是我们的分布式计算系统 有很多台计算机 大家可以看见这张图 就是Hydroop基群的物理分布图 你可以现在把每一个部分 都看作一台计算机 我们在后面还会继续谈 这个内容 那在这很多计算机 假设我们有500台机器 其中只有一台是NameNode NameNode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接收任务操作请求 什么是任务操作请求呢 例如我要往文件系统中存数据 例如我要读数据 这些都是操作请求 那我这500台机器 只有一台是NameNode 你要操作我500台机器 中存储的数据必须通过NameNode 它就像一个管家一样 或者相当于我们在实际开发项目的时候 一个项目经理一样 就是公司给我们这个项目组分配了项目 它直接对谁分配项目呢 对项目经理分配项目 那项目经理负责中间的所有的过程 这是第一点 接收任务操作请求 第二点 维护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 我们500台机器 一台是NameNode 其他499台是DataNode 那这个文件的目录结构 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就是我们在Windows 类似于Windows这种 我们看见的C盘 D盘 E盘 F盘 那我们具体数据就存储在这些不同的盘上 而至于我们的Hidoop而言 它是存放在不同的机器上 我怎么知道我这个数据存放在 哪台机器上 而且我这个数据如果是 放在很多不同的机器上 例如说我有一部电影是实际大的一部电影 超高清的一部电影 那我现在假设放在这499台机器中的3台机器 或者说9台机器上 我们现在就以9台为例 因为这里面有个副本的概念 我们马上就会谈副本 就是Copies 那我把它切封面这么多不同的Front的话 那我怎么把这些数据 在Swoom的时候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数据 例如我要看这部电影 它被分割成了很多片段 那我要看电影的时候 怎么把这些片段 装起来构成一部完整的电影 这也是我们的Name and Load 要做的事情 就是维护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 当然在实际存储的时候 你把它切封为不同的片段 它会有记录 而且这数据存储在不同的机器上 它都会有记录 它们之间的顺序也都会有记录 Name and Load的第三点 管理文件与Block之间的关系 Block与DataNode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Block Block是什么 是Quer 这是我文件 存储的时候 它是存储在不同的块上的 我们整个文件系统是分块的 跟我们的Windows是一样的 HTFS 诺诺诺诺的块的大小是64兆 那我实际的文件 它可能会分模块存储 那这每个块上存储的数据 我这个实际的文件 分了哪一小块 Name and Load肯定是知道的 然后 这小块 上面存储什么数据 这个块 与我的DataNode 之间有什么关系 Name and Load都是很清楚的 那我们谈了好多次 这个DataNode DataNode到底是 干什么的 我们刚才谈500台机器 其中有一台叫Name and Load 负责处理 接收论服请求 维护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 管理文件与Block之间的关系 Block与DataNode之间的关系 而剩下的499台 就是DataNode DataNode 翻译过来就是数据节点 即 存储数据 和 在MapReduce运行的时候 运行计算任务的节点 当我们现在谈HDFS架构 它就只有一个 Zone 就是存储数据了 所以至此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见 Name and Load 就是负责 管理这个存储 或者说 对数据的这种操作过程的 它是负责管理的 相当于我们一个项目的项目经理 而我们DataNode 是负责存储数据的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项目经理 要管理很多开发工程师 开发工程师是具体的写这个代码的 当然 假设说 你只有 只有一个DataNode 一个Name and Load 这只适合于那种 就学习阶段 Name and Load 可能也会 存储一部分数据 这就相当于一个项目太小 一个项目的人员构成太少 只有一个项目经理 一个开发工程师 那个项目经理可能也会开发代码 但是这只是处于学习阶段 学习阶段的一种考虑 生产环境中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生产环境 Name and Load 就相当于项目经理 就只负责管理整个项目 这整个项目是什么 数据的存储与操作 DataNode 499台 DataNode 就是存储文件 那文件会被分成很多block 放在磁盘上 这些 这个block前面已经谈到了 这都是计算机的一些基本概念 这是我一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系统存储的时候 它为分块存储 Hidoop 在存储文件的时候 文件会有多个副本 就是copies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Hidoop 是分布式的存储于计算平台 它使用的是廉价的 服务 廉价的服务器 性和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使用了副本的机制 就是我重放一份数据 我们刚才谈到实际的一部高清电影 那我重放这部数据 实际上这个数据 在文件系统中的重放的大小 不是实际 它可能是30G 甚至更多 当默认情况下 我们的默认配置 会把副本设为三了 就是 我实际的一部电影 实际上存储会是30G 而在具体数据访问的时候 NameNode 会根据不同DataNode 因为你访问数据嘛 访问数据 那肯定首先跟NameNode打交道 NameNode 会判断不同DataNode的 具体的状况 这种状况 包括它的存储空间 它的繁忙情况 内存等等 这些信息 从三个副本 选出一个副本去试问 另外两个副本就困潜状态 或者要干其他的事情 那当这个副本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切换到另外一个 一个副本 当切换过去之后 那这个出问题的副本 肯定要进行恢复 因为你有三个副本 这是DataNode要干的事情 就是存储数据 你有499台机器都是存储数据的 每个数据都是有不同的副本的 而DataNode就是管理 所以我从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 包括命令终端 或者Java的开发人员 或者其他语言的开发人员 提交数据 假设就是提交我刚才谈的10部电影 一部实际的电影 这一个数据 它提交给谁呢 提交给NameNode NameNode去看 我整个集群中的DataNode 或者谁谁困险 或者谁可用 它会有自己的算法 关于这个具体的算 怎么计算的过程 我们也会在后面跟大家谈的 从圆满的角度跟大家谈 然后确定把这个数据 存储在拿写台机器上 然后 然后 这个客户端就直接 直接跟这些DataNode打交道 把数据直接交给 具体的数据节点 当然 这个数据节点在存储的过程中 它肯定会有日子信息 就是我的数据怎么存储 就像我们NameNode 第三点谈到的 就是文件与Block之间的关系 Block与DataNode之间的关系 它肯定都有这个原数据信息 每次我们集群启动的时候 DataNode都要把这些原数据信息 就放 反正就是你内部怎么存储的所有的东西 这些原数据信息 报告给我们的NameNode 这样NameNode 它知道你具体数据是怎么组织的 然后才能够管理 就像我们在开发项目的时候 项目经理把 开始把任务分配给了很多工程师 每个工程师在工作的过程中 你肯定要不断的向项目经理 包括你实际的情况 这样我才知道你整个状况 然后例如调整工作进度 分配人员等等才很方便 好 这是我们初步看的HDFS的架构 Law 看它的计算框架 MapReduce 刚才是存储 现在是计算 它也是组存的结构 组节点 一个 存节点 多个 主节点就是Job Tracker 而存节点就是Task JobTracker JobTracker 就是运行在 什么机器上的 一般情况下 是运行在我们NameNode 这台机器上的 它干什么事情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计算框架 它主要干三件事情 接收客户提交的计算任务 计算任务肯定是一段代码 就是你要怎么操作我这个数据 这样的一段计算代码 接收客户提交的计算任务 然后把计算任务分配给TaskTracker TaskTracker 我们现在就直接看TaskTracker 它是执行JobTracker分配的计算任务 就是计算任务 是具体交给我们的TaskTracker去做的 就相当于公司分配到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交给了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会把具体的开发任务落实到每个开发工程师上 开发工程师去开发这个东西 而我的项目经理只能负责监控整个系统的运行状况 例如开发进度资源的分配等等 当然还有了进度的反馈结果的一些反馈 所以假设说我现在要从1T的数据中 求出在1T数据中的最大的一个整数 假设在1T数据中全是整数 我们从中求出最大的整数 那这肯定是有一段代码的 那我们这段代码要提交给我们的分布式系统 就是我们的Hidoop 提交的第一步会提交给我们的JobTracker 这个JobTracker看一下 你这段代码提交过来了 然后下面就相当于我们公司给交给了我们这个项目主一个任务 项目经理收到这个任务了 他一看下面就要把这个任务分配给不同的人 为什么要分配给不同的人呢 因为快嘛 大家要负责任务的不同部分 就并行的进行工作 并行有序的进行工作 所以会很快 如果你只是分配一个人 就相当于我们大型基石的 而不是我们现在Hidoop谈的 使用普通廉价的设备进行并行计算 他就会把这个提交的任务分配给我们的TaskTracker 就是交给不同的TaskTracker这样的节点 当然我们这边谈到的这个JobTracker和TaskTracker 它都是JobTracker虚拟机 就是从实际运行的状态 你看见的都是JobTracker虚拟机 只不过是他们位于不同的机器上而已 我们的JobTracker正常情况下 就是位于Name Load之上的 而TaskTracker就是剩下的499台 Data Load之上的 就我们前面谈基础价格数有500台的 当然JobTracker还有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监视TaskTracker的执行情况 这种监视有很多层含义 第一我把这个任务分配给你了 你能否分配成功 这是一个问题 分配不成功失败怎么办 就相当于一个工程师干不了这件事情 怎么办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工作的进度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需要这种进度 信息的第三的工作的结果 成功啊失败啊等等 这些假设说出现了问题 MapReduce计算框架都会透明的 帮我们解决掉这个问题 假设说这个节点 不能够执行这个计算任务 就是不能作为一个TaskTracker 做这件事情的话 它会透明的切换到另外一个虚拟机上 我们是感知不到的 就是作为写Java的人员是感知不到的 这是我们使用框架的原因嘛 它帮我们屏蔽掉底层复杂的细节 我们只需要关注业务逻辑 好MapReduce是重点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会谈它的 无论是架构还是写代码 还是实现流程啊等等 每一个核心点以及细节都会跟大家谈 然后我们再看看Hidoop的特点 这边主要谈了几个特点 扩展成本低效率高可靠 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 扩展就是你很容易把数据 从例如T级别扩展到P级别 或者把机器从几十台扩展到几百台 然后成本低因为使用的是普通的机器嘛 可以很容易的是集成达到数千个节点 效率高就是它才能并行计算 进行非常快 那可靠 因为有多份副本 那任务失败后 自动的重新部署计算任务 任务失败后自动的重新部署计算任务 这是Hidoop帮我们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是它可靠信尊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部分 关于它怎么重新部署或者重新部署这件事情 我们在讲那个MapReduce计算的时候 看到的计算过程和原码分析的时候 跟大家分析都是 这四个部分都是蛮有 四个特点都是蛮有吸引力的 但是它们都依赖于什么 就是是什么能让它们具有这四个非常激动人心的特点 分布式 分布式 就是我无论数据存储还是计算 都可以分布在若干台机器上 好 这边是它的集群的物理分布 这边我们看见的这边Task Tracker Data Node 还有这个Job Tracker Name and Load 我们看这边 这有很多的机器 你可以把这些都当做一个有一个的机器 但是实际运行的时候其实是虚拟机 就从我们开发者的视角来看 它是虚拟 虚拟机 这虚拟机是什么 是加瓦虚拟机 就是一个进程 OK 例如我们Task Tracker和Data Node 这个Task Tracker是个加瓦虚拟机的进程 这里面是我们客户端提交的代码 来处理我们的Data Node上的数据 然后这边Job Tracker 它是处理的一个独立进程 这边有个REC REC是机架 这个机架感知牵扯到数据的存储 与计算任务分布的具体的算法 这个细节我们会在后面谈这个算法的选择 就是你的数据会分布在很多台机器上 然后又有不同的副本 我为什么选这个副本 机架感知策略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然后这边是交换机 路由器 路由器跟交换机 它们很相互通信 这个是实际的实际的一些物理的分布过程 我们再将管理员课程的时候 这张图还会再拿出来 好 单节点物理结构 就我们再一次看Hido 补充技术的角度去看 NameNode NameNode就是MasterNode 然后DataNode就是SlaveNode 在组存式的 我们发现我们这个 无论是NameNode 还是DataNode 都是基于Ninux上的 都是基于Ninux上的 然后我们这个具体的运行都是基于JVM Java虚拟机 TaskTracker DataNode JavaTracker 这边还有SecondaryNameNode SecondaryNameNode 是一种DataNode的运行式的安全机制 我们在后面会谈它的运行的过程 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集群构建的是单节点的物理结构 就是所有的请求 先要交给我们的DataNode DataNode 决定这个存储或者说计算任务 位于哪些台机器上 那就直接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这个NameNode 如果出问题了怎么办 因为它是最热的一个点 它肯定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什么就最热的点 就所有你的操作都要通过它 那访问肯定很频繁 所以它很容易出问题 出问题了怎么办 在这里我 只是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具体是怎么解决 在后面我们会用一节单独的课程 去解决这个单节点的问题 因为这在实际的生产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天然的解决方案就是 Second or NameNode 这个备份 就是我所有的操作 所有的原数据 在实际运行的时候都被NameNode 加在内存 然后这个例如你要新上传一个文件 到我们的Hidoop文件系统 NameNode会做记录 那这个记录的过程 同时会同步到 Secondary NameNode 这个Java虚拟机进程 进到文件系统中 OK 会同步进去 这是他天然做的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 也是满 当第一种方式 它是有意义的 但是这个肯定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牵扯了一个延迟的问题 第二种方式 是我们在NameNode的配置的时候 把 把他的备份信息配置多份 把备份信息配置多份 这个有具体的配置技巧 就具体的配置的方式 就NameNode 实际运行的这个原数据信息 配置多份 当然每份 你可以位置在不同的机器上 假设说你一台机器出了问题 可以找另外一台机器 这会提供它的安全性 第三个解决方案 就是2.x系列的 多节点的NameNode 2.x系列中 提出多节点的NameNod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进 NameNode 基本不会再存在问题了 但初步也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它怎么做的 它的做法是 NameNode的运行实际的有两台 然后当具体工作的时候只有一台 实际运行的时候有一两台 具体工作的时候有一台 那整个文件系统的认可行为 前面谈到 我们NameNode 怎么知道 Hydrope系统的文件的存储状况呢 就是我们的DataNode 在启动的时候 把这个数据报告给我们的NameNode 就同时报告给两个NameNode 所以我一个NameNode 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另外一个NameNode 立即可以用的 这叫热切饭 刚才前面谈的那两种方式 Secondary NameNode 或者说多副本的配置 那叫冷切饭 这个叫热切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进 我在这边 直播是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单节点的解决的三种方式 那由于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就对实际生产环境太重要了 我们在后面会认为 一些单独的课证 细致的跟大家谈 SecondaryNameNode 是怎么做备份的 那我们做多个备份 分布式的NameNode的备份 怎么去做 实际怎么操作 还有就是我们的Hidoop2.x系列 虽然我们这可能是基于1.x系列 但是我们也会跟大家谈 2.x系列是怎么做 怎么解决这个单节点问题的 就它怎么用两个实际运行的节点 来保证我们整个Hidoop的运行的稳定性的 这次初步跟大家扩展一下思维 这个问题你暂时听一下就行了 当然虽然你学习的深入 这肯定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好 我们从技术角度谈 Hidoop到底是什么 就谈了这几个方面 它适合海量数据分布式 存储计算平台 它的生态系统 核心项目 HDFS MapReduce的架构 然后它的特点 物理集群单节点 以及单节点问题 初步 因为我们现在是对这个内容进行介绍 初步 如果能够初步感知到这些东西 一定不错了 这里面谈到每一个内容 我们在后面都会有具体的代码 或者项目跟大家谈的 当然了 也有一些原代码的剖析 好 谢谢大家